像這個呢 重新開始的格局呢 還會重蹈覆測 還會重蹈覆測 只要它的格局還出到這邊呢 這3000萬將來還是會再重生 人生有幾個3000萬啊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真的不要亂說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呢 它這個格局呢 我們剛剛講 這個大門開的位置呢 本身就不對了 而且前台竟然又空了 然後它這個是一個 很典型的陽台的外推 所以它樓下呢 這個陽台的地方 本身就是一個棋樓 所以它本身地氣呢 懸空 它會形成什麼 龍棍潛灘 所以呢 它這個家裡的人呢 常常會坐在這裡面呢 就是重蹈覆測啊 例如說想要搬啊 搬不了 然後想要改變也改變不了 就是一直在這個因果循環當中 不斷的轉 那怎麼辦啊 要怎麼樣去讓地氣增加 增加地氣 這個我們之前有教過嘛 就是可以放一個地毯 下面放36枚的10塊錢硬幣 或是點一個岩燈可以化解 那我剛剛講 為什麼它會融困潛灘呢 就我們要從它的外格局來看一下 大氣 看市場的黑啊 或是這個甜蜜啊 是啊 就這樣我不會領導人 你說它的形狀嗎 對 就很像那個啊 那個人走了 對 然後要躺在裡面 那個嗎 對 那是什麼 要鋼一片的東西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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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來又掌握不住 你真的很歐啊 又是一個那麼拼 其實住在這整戶的人 都會有這個影響啊 基本上因為他們家是二樓 然後外面那個鐵皮呢 剛好就在他們家前方這樣近 如果說三樓四樓以上的 基本上這樣的問題就會比較遞緊 那二樓就是首當請求 你想最嚴重 太近了 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就說這個機會來啊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掌握住他 然後就這樣丟走 然後錢都丟不住 你還有做什麼 就是有時候要簽約 因為我是做餐飲顧問 有時候要幫一些企業家簽約 先要合作的 有時候就差臨門一腳 他們在簽約前就突然停止 不用明天要簽約了 他突然簽約他秘書打電話來 老闆說可能這個計劃先暫停一下 因為老闆前一天一張好打給阿棠哥 你把我審點 他截到下來了 這個阿棠 阿棠有說什麼原因嗎 沒有啊 通常那些會即使跟你講原因也不是真實 對 就是不能說就是不合理 所以這個機會常常就斷催了 這很可惜 所以呢我覺得 災約會影響到你的運氣 但是外面這個環境怎麼改呢 坦白講很難改 真的很難改 因為這是外環境的問題 我們山海鎮或什麼 全光沛 對啊 對不對 其實呢如果說呢 你只是象徵性的 要稍微趨緩 就是用山海鎮乾坤太極圖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呢 因為外環境的煞氣 我們沒辦法改的情況下 我覺得內部格局 我們還是要稍微更動一下 怎麼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 如果把大門開這個方位的話 他進來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自己家裡的前陽台 等於說他從前陽台進來 然後在屋內 這樣就不會有這樣 有一個區緩 反而是犧牲了一些空間 但是換來全家的安寧 的平安 然後好運氣 是 外面呢你可以用山海鎮 或乾坤太極圖 甚至於你可以用那個天馬騎 來當作一個這個結界啦 磁場讓進化一下 因為外面的磁場太浑濁了 會讓整個家裡呢 病氣啊 他會氣不斷 那我們剛剛看到呢 他剛主有姓教嘛 對 所以我們 所以本身就看到啊 是一個佛堂耶 所以你就在這邊 拐拐 早上會找課 然後晚上回來管課 好棒喔 不是 讚讚讚讚 不太懂啦 但是 我覺得那個好像是柚子耶 對啊 對 就是水果 它是貢果嗎 對 水果 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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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那個 新教辦活動的時候 喔 所以應該叫鮮花對不對 對 叫鮮的 補體葉 每天都是要貢鮮花 對 或者說一個禮拜公司 或者說特別的 節日的時候 對 發生日 再來貢鮮花也可以 初一十五也可以 是 因為其實你的環境條件上 可以貢到真正的花 你當然要貢花嘛 對 那幹嘛要貢假花呢 因為其實在風格來講的話 假花代表是一種虛情假意 對 所以常常遇到一些人呢 對你好像表面上 看起來很真誠 但其實都是有目的 假花這樣貢果比較 其實呢 照理說呢 就是心誠則禮 你的恭敬心是最重要的 是 但是因為我們以一般 世間法的風水來講的話 我們盡量要共真花 是 因為假花它在風水上來講的話 就是一種虛情假意 對 那如果你平常在誦經的時候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算是很清淨 對 但是它這個地方剛好地氣不穩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 對 如果說你將來 如果你有打算要改格局的話 佛堂可以把它安在一個更清淨的地方 喔 教會更好 那應該要安在哪裡 我們就往裡面看啊 對 客廳其實很大 對 一定可以幫他找到一個 最適合的地方 對 好不好 是 對 我對於你家的客廳 是 普有為恥 怎麼說呢 你竟然就是 一定這樣是主座位啊 對啊 媽媽坐著 媽媽坐著 是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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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以前啊 我以前沒有東西啊 第一次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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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爸爸媽媽發現了事有蹊蹺 對啊 對不對 後面是 對不對 後面是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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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那麼辛苦 都沒有人能幫忙他 對啊 從選擇 為什麼不讓 幫他爸爸媽媽解決這樣的問題 嗯 你小孩可能是爸爸媽媽也很喜歡住在這裡吧 你在講啊 啊 你來不正正你來講嗎 對啊 爸爸媽媽 對啊 都做怎麼做 爸爸是坐在這裡 他媽媽有時候坐那邊 有時候坐這邊 那這一個是誰的啊 那個有時候我坐啊 然後小狗啊 我家羊子都說 小狗 如果是小狗坐沒有靠就算了 對啊 但你可以聽他 其實他是坐在這裡嘛 是啊 沒有靠啊 所以總是沒有人拉你一把嘛 對啊 就滿腹的才華嘛 你像伯樂也要遇到千里媽媽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的格局呢 當然是最大問題是動線的問題 第一個呢 他這樣坐之後呢 會被門衝 然後他主位後面呢 又剛好是懸空的陽台 所以他變成沒有靠山 被機會一直在插身而過 對 然後呢如果只要把電視呢 改這個方向 一切的動線都順暢很多 然後再把這兩張呢 移過來這個地方 對 那這樣客廳整個格局呢 就會防震了 對 會被門衝上 對 會怪怪的 對 然後就電視就這樣轉過來 一場的順順 對 這樣順順順順 然後你有一個好的一個柴位 對 對 台灣你看看 對 好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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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哪一個 這個東西你也該猜一猜了 哪一個 就你們後面那一個 後面 哎呦 哈哈 你們這個房子住多久了 四十年了 哇 四十年沒有住過的人 對 四十年了 都是那個啊 開花結果啦 對啊 他那一條 太貴 太貴 不忘記 太貴 太貴 哎呦 對啊 不要摸了啦 出免四十年的灰塵 對耶 對啊 這個就是這個房子裡面有才滿是不好的 對 當然假的啦 但是呢 因為他這樣堪這些成蛇狗小殺 對 代表就是口舌是非多 而且呢 他這一個呢 是對這個房間的窗戶 所以呢 窗戶在我眼睛嘛 然後這樣堪呢 就是四人不親 所以呢 常常會把壞人當成好人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呢 是 他這個雖然看起來很舊 但其實他也是一幅畫 蛤 他是一幅山水 他就會畫四十年的 他也是多少歲色啊 他這個水呢 其實呢 水就黃了 除了黃之外 他一直往哪裡流 往外流 往外流了 對啊 又流出去了 你只要畫有水的都要注意看 都要注意 是 那你剛剛講的藤舌溝講 像那些口舌是非 對 像你從小就已經有遭遇到這一種 對 被人家說一些閒話 沒錯 小時候就有 連小學的時候 小學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就會發生 發生什麼事 就是同學啦 因為我那時候不會台語也不會客家話 不會國語 只會講客家話 哦 你原本住鳥裡嗎 鳥裡的 所以同學都會覺得 就是會排擠你 因為你不會講國語 然後放學的時候他們都有一群 然後我們就一個人走 然後有時候有一次被 推到那個工地 被圍毆 你被推到工地圍毆日本嗎 然後那天 對那天禮拜六 禮拜六三年回來家裡 以為是流汗就一直插 然後上來我媽說你怎麼動 我就是滿屆的 為什麼 那一道壞小孩啊 他們就是這樣 調皮啊 就這樣點你啊 以前我的爸媽 比較不會去幫我爭取什麼 都比較不懂 就講說算了 都說算了 比較不會一直計較 吃貴就是很便宜 沒關係啦 對啊 不然人家 雲雲相報何時了 不是 這如果沒有趕快 爸爸媽媽去阻止 嚇嚇他們 他在學校就一直被欺負 真的 你一直嗎 對就會長期啊 累積 一直到國中 因為以前是那個義務教育嘛 所以大家區塊都差不多 分配的時候 國小的那些人還是 欸還是在同一間 國中還是遇到 然後他們就永遠那樣子 我一直到退伍回來 整個變大隻 然後他們就看到我就嚇到了 嚇到了 但是說真的 這個會影響到 小時候的成長的一個行李 快不快樂 沒錯 所以你那時候會有一段時間 一直不斷地跟媽媽講說 你很想要搬家 對 那時候就是會反抗 就是會一直抱怨 直到有一天 我們班上一個數學老師 他剛結婚 住在我們家附近 然後來我們家的攤位吃飯 看到我在手盤 從那一次就改觀 對我的一些成績不好啊 或者是說某方面就開始做改觀 然後就覺得你可能是因為家裡的因素 所以數學沒有很好嗎 數學非常不好 你只要一技之堂 對 就可以生存 對 而且做這個 你永遠不怕沒有工作 沒去搖到 對啊 對啊 我們家的方法你看一下 他就知道你有沒有很厲害 窗外的落線紗及棺材紗 容易影響出外的發展整體運勢 最好掛上天馬旗或山海鎮做化解 而門重沙發 且同時沙發後無靠 不僅讓人坐不住 還影響事業的發展 讓機會總是插身而過 最好將客廳的格局重新規劃 沙發位置 避開門 以及前陽台 就可以囉 這是你的廚師跑嗎 對 之前工作的 你不是這些嗎 對 他亂 那個是我 就是以前在台灣一家西餐廳做的 這個很久沒洗了 沒有 因為要淘汰了 淘汰了 那時候洗衣服很明顯 對 我當時 真的 你不會收 真的 對啊 可以做一些紀念 是嗎 當然踩腳步也可以啊 真的 你沒有 他要尊重他 也是 也是 對 你看 這樣 還沒困 那些廚房其實是很大 對 但是他有一些很無奈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 對 造包 撤 前所未見造包撤 主持人也直播沒看過 抽包煞氣雜亂人生 媽媽健康爆笑折磨 我們剛剛有造包撤嘛 那他的撤呢 又沖他的滷灶 這條呢不斷的吃藥啊 或是一次就生大病 你看 噢 真的嗎 冰箱 對的有變瘦 也是有影響健康 所以呢 三年才開始生病了 一開始是肌肉 然後後來有些人有的 還真 屬兔的朋友這個禮拜呢 可以得到新的這個所謂的契機 因此在事業以及財運兩方面來說的話 都會更加的順暢 屬龍的朋友這個禮拜呢 多與家人相聚 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多做一些善事 行善基德 那麼累積所謂的福田 屬蛇的朋友要特別小心 這個禮拜盡量不要跟人家有所謂的爭執 那記得控制自己的脾氣 冷靜思考 相信你做任何事情就會變得更加順暢